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 《摆脱了冰箱》第二天 《摆脱了冰箱》 《摆脱》 《摆脱了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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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哇 想死你们了 你来讲吗 那个全世界的美食都在你记那个啊 我知道我记得啊 全世界的美食其实就在你的冰箱里面 只是你一个人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打开 不打开的话永远都不知道 本节目由 细尼油品味 冰箱音常备 的珍惜冰激凌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来到第二集的 拜托了 飞翔 好 我们一起来吃一吃一吃 我们都要这样讲吗 第二集 说实话我看到各位啊 包括看到佳尔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才割三个多月 但是有种很久都没有见到的 对首先我们恭喜啊 佳尔这次这个高西威的新专集 这么好的诚 谢谢 谢谢 我记得佳尔那时候特别认真的跟我说 哥哥我们这次的歌能红吗 我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可以 他说每一次公司都是这么跟我说的 第二 庄 专辑的时候已经开始说啊没事 下次肯定会红的 但是说了六次了 已经说了六次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小的新的改变 你比如说像老师安老师哇 因为安老师今天给我送那个茶叶吗 对对对对 然后我说这是哪来的一个小嫩仔 哈哈哈哈 我以为是跟王家有一个组合的呢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哈哈哈 啊 安老师你是瘦了对不对啊 瘦了十几斤 多少斤 十几斤 天呐十几斤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做到的呢 我都体重太重了 他就逼着我 健康的原因 对对 所以大哥我给你个好建议 如果你以后再饿 您可以想想我 你看我面前就有这苹果味的我 因为我粉丝也叫胡苹果嘛 苹果味的果粒奶油 能够让你没有那么饿 哇哦是是是是是 头发也是他让你染的吗 啊对 头发我知道为什么 孟老师 因为有一次 粉丝去安大哥的那个店里吃饭 人们就说看那个白豆花老头 就是安老师 哎 老婆老师 说安老师是白豆花老师 就被他太太听到了 被打高听到 然后大哥就胜动之下 严令让他去染头发 但是以前安老师的头发是 是自来白吗 过了十四岁以后 有不不不不不 十四十四 十四岁头发就白了 那也太糟了吧 这个颜色是老婆帮你挑的 还是你自己挑的 我自己挑的 我自己挑的啊 你看今天这个我们 安老师气象一新哈 啊啊啊 叔叔搬家了哈 因为还有粉丝在我的微博下问 这个贺老师 你帮我问问 叔叔那个礼物说没收到 有粉丝都给我寄礼物 大家要想知道新家的地址 关注我们冰箱家族的微信公众号 我告诉你们 那说实话 我们拜读了冰箱第一季的之后呢 大家很支持 对我们的第二季 非常非常的呼唤回归 你知道我们被称作是 大家公认的 叫做最好的下饭综艺 因为我们做菜嘛 对就是做菜的节目 所以就是变成饭的节目了 哈哈哈 还在说什么说得很好 很多人都发现呢 在吃饭的时候 可以看的综艺 并不是说每一个都适合的 但是拜托了冰箱非常适合 谢谢大家支持好不好 谢谢谢谢朋友们 今天邀请这位 真的是在很多中国的观众心目当中啊 那真的是主持节的No.1 No.1 不是何老师吗 不是何老师你吗 不不不不不 有他在我只能屈居第二 他到底是谁 认输不肯认输 我不是认输 我是客气客气客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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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真的很棒 因为他严肃的时候 认真的时候可以很严肃 但是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 他也可以非常非常的轻松 是个很有趣的人 另外一位来宾呢 我们等一下也会让大家看到 真的是现在炙手可肉的小鲜肉 我觉得我们的团宠啊 佳儿终于遇到对手 什么对手 因为你本来你是最小的吗 对不对 你21岁吗 对2222了 我这么老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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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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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一个可能会对你有点威胁 好吧 没事 但是有他在我就变成第二 我今天请的第一位也是有他在 我变第二了 所以我也是客气 哈哈哈哈 这个坚好 大家坚好 对 好 那么首先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拜托了冰箱第二季 要出场的第一位是谁呢 啊 掌声欢迎万众期待的 萨奔连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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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我们的团队 就像团杂 是他 就是他 是他 就是他 上 英雄 小满车 谢谢 声音啊 谢谢 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健身体育锻炼的节目 哈哈哈哈 今天穿的好运动 哇 哎呀 这不是一个健身健身健身体育锻炼 没有没有 不要给他扯这个衣服的版型 这个衣服的版型就是短 我们都是穿这种衣服写的腿皮为常 哈哈哈哈 小老师 欢迎您来到我们冰箱家族的恩赐恩赐元世界 嘿嘿嘿嘿嘿嘿 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我我来看一下效果 哎还可以还可以 但那种花我觉得更有挺特别的 哈哈哈哈 我刚才在那个后面是不是这样了很久一直在等出出场 但是我又听不太清楚你们在说什么啊 但我后来终于听到一个词我知道该我了啊 你说小鲜肉 哈哈哈哈哈哈 改我了 把一个珍稀的冰淇淋 哈哈哈哈 你们的植入有这么快就要上吗 这是我跟你说 现在广告商来冠名的时候或者植入的时候都先问 有没有王嘉尔 这都是这都是广告商 娘家人了吗 珍惜的别吓人 待会他想一句正经话还没聊呢 你就说哎呀给了就给了给了就给了 ok 那如果这位是小鲜肉的话 接下来就是主持界的 no.1了对吧 我们掌声欢迎 主持界的no.1 曾顺兴 ok 你再生下宝只为想 money money 他 我愿意少年给哥拥抱 money money 他 好 好 可爱 不要 money money 哈哈哈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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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此薄比后此薄比 怎么呢 献给我一朵 献给他的 你看那上面六七个是吧 哈哈哈 没有他刚才 给了真正是一朵几句话把我吓 哈哈哈 幸会他要放回来了 珍惜的冰淇淋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刚才我在后台的时候急切的想赶紧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站在一起在后台 我有点尴尬 备受折磨 真的 为什么所有的女生围着他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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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男人怎么能长成这些 然后所有女生围着我说 萨老师里面还有点冷 要不要穿个球球球球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顺兴你今天来到拜托了冰箱知道跟你一期的是萨老师的时候 感觉是什么 我感觉 会是参加春晚一样感觉很紧张 所以你在在你心目当中他就跟春晚画上等号 你为什么略掉了还有那个最重要的一个还有法治代表法治代表 你看过今日说法吗 今日说法哪一年开播的99年99年99年你几岁 嗯 嗯 男人 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常常过悲也就眼泪的指纹 哈哈哈 王嘉尔 王嘉尔 珍稀的冰淇淋 怎么鲜热飘飘的感觉 谁还没个朋友啊对吧 哈哈哈 没有 这个音乐一起我的状态就有了 对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节目就经朝阳群众的举报 哈哈哈 在朝阳区一个空旷的演播室里发现了几台废弃的冰箱 哈哈哈 废弃的冰箱 结合最近朝阳区发生的一系列案件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揭开冰箱里 也就是说萨老师那个今日说法红的时候 呃就是那时才两岁 他是他97年的18岁 当然何老师今天那个大老师跟小曾 是叫萨老师跟小曾 嗯小萨跟曾老师 哈哈哈 说好了我们就这么说 一定不可以错今天小萨 曾老师何老师 但是今天小萨和什么何老师何老 何老 哈哈哈今天小萨跟曾老师出现让我想到了 现在网络上那种各大门派的网红 比如说分什么门派 颜值派啊颜值 那这男的不是颜值派 哎别别生气他没讲啊 你可能更好可能更好 他是什么派 你成熟一万派他一万派 我就是个偶然呗 不是真的你你在在了不起的挑战之前 只有我们这些朋友知道他私底下 是有多可爱 但了不起的挑战真的让我们发现 原来你是这样的萨贝宁 原来他不是那么进京的 对所以你们觉得如果小萨和曾老师比 这个卖萌五连拍谁会赢啊 我本来是想要你跟曾老师比的 但现在小萨非要杀进这个队伍 哈哈哈哈 那何老跟小萨比 好好好 好 麦蒙五连拍 自己挖了个坑吧 我真的快哭了 自己挖了个坑 我觉得这样好了我们四个好不好 一人一人一个 首先第一个我们请那个曾老师来 因为毕竟他这个他这个年纪嘛 对不对何老小萨 曾老师这个我呢你王国家王博士王博士王博士 王博士好来曾老师的卖萌绝招一二三走 哈哈哈哈 什么叫卖萌的就是你看 撒娇撒娇撒娇对 我我你你最后吧啊就好 那个 小萨来一二三 我还没可以 哈哈哈 谢谢谢谢啊 这完了 太好热了 好萌啊 我 我看看我看看我的好不好 3 2 1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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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二差点吐在我身上 他要吐了王家 成了吧 来吧小三 3 2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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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好玩啊 真是六小灵童了 六小灵童了 师傅 你又在笑 哈哈 他的卖萌为什么带着一种强烈的时代感 哈哈哈 呃王博士来 3 2 1 啊 啊 他就是我在找的那个妖怪 哈哈哈 师傅 师傅 哎我知道后期会怎么做后期还会给他放卖 然后看他那个头发那种 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哈哈哈哈 啊那刚才说到这个呃网站上网红啊 其实我前几天听到了一个称号 我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个称号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竞争力的 你没在吗何老师 没在里面 我没有在里面 真的 叫b 站的四大 mc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聊天真是要学好多概念 一开始他说卖萌五连拍 我还听我耶 然后我特别想问什么叫卖萌 哈哈哈 拍到就跟那个 mc 试试 嗯 哈哈哈 这是最受弹幕欢迎的行走的表情包的四个主持人 他们看到的 有有萨北宁还有王嘉尔在现场有两个有两位 还有一个是也是我们冰箱家族以前第一次来过的大张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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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表情是在嫌弃吗 我让给你我哈哈哈 我把我这个称号让给你 哈哈 自从在那个明星大神在合作之后 萨老师跟大张伟就属于那种 就那个永远可能像凶手的人 对对对相互嫌弃那种是吗 对啊相互嫌弃对对对 还有薛之天啊 还有薛之天 现在问题是什么我们已经集齐了 萨小萨然后王博士 然后大常伟哥哥 现在就呼唤小薛啊薛之天是时候来拜托的冰箱报道了 好不敢来 我非常不愤的没有挤入这个四大MC的行列 我今天要给这两个MC一个考验 其实在节目当中最难出效果就是广告口播 我们有两个不同风格的广告口播 这个是带一点知识性的公益性的 这个是浪漫的带一些那种就是唯美气质的 我要知识性的 给你个知识性的 好现在他就开始做笔记了 王家尔先来预备 开始 开始 你先来 哦我先来 哈哈哈 预备开始 哈哈哈哈 给 action action 给我 action 一下 啊 action 冰淇淋的 细腻 你决定口感 决定 荷尔蒙的摆错了这个这个这个 荷尔蒙绝对 荷尔蒙的分泌 分泌分泌 啊分泌荷尔蒙 决定 一见钟情哇哦 yes 肾上线 甚至是这个是吗对对对对 肾上线 决定 出不了口出不出手不出手 哈哈哈哈 哈哈 多灵巴多巴多巴胺多巴胺对 决定天长地久 所以是冰淇淋最初 他决定的这一切 以上是珍惜冰淇淋 这什么 坐右鸣啊 挂嘴边的坐右鸣 常挂嘴边的 又坐右鸣 谢谢 哈哈哈哈 那个名音永远出不来 不行 我发现了一个戏啊就是到最后导播连计时都懒别人 哈哈哈 别计时 星空我没挑那一段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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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四大 mc 我们有两个啊一个已经做了表现 那么b站另外一位受欢迎的热门的 mc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给我们传达这一段这个资讯和公益的讯息呢 都好 好好 咱们呃 咱们吃不吃个杯了 啊 啊 那对对 咱们吃个杯了 那对对对 那对对对谢谢怎么说 咱们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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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赵老师村干部发现 拿个大钢子 对对对对 来预备 开始 啊 哈哈哈 有话就说你哼哼什么呀 因食用冰冷的食物造成极触性的抖灯 在医学上被称作冰淇淋等等 这是双形 疼痛啊 口音 一般是快速吃下冷饮几秒后出现 出现的 大缸子 还得吹一下 把那个茶也喝完就还要 还要吐一下那个茶也 对 对对对 可以 哈哈哈哈 尊长 30-60秒钟 疼疼大家顶分 哈哈哈 菜菜菜菜菜 哈哈哈 你针对的起B站 真的是 细腻的冰淇淋 不仅口感细腻 心思疼 细腻 哈哈哈哈 细腻的冰淇淋品牌 联合冰箱加头 哈哈 他讲牌 更曾发起关爱受害者 及正确引导冰淇淋健康吃法的活动 已有万人点赞 当然这背后也有问题 哈哈哈哈 问题在于你们吃冰淇淋过去的方法都错了 冰淇淋自觉狂野暴食 现在冰淇淋要回归舔到齐 哈哈 哇哇哇哇哇好棒 虽然是新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这个回报也够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干活好吧 刚才没干活 刚才 热身热身热身 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开第一个冰箱 因为我觉得要尊老爱幼对吧 我们 我们从小的开始看起 我们从小萨的冰箱先看好吧 啊然后我们先看小萨冰箱 再看曾老师冰箱好不好 好 好我们现在首先请大家预测一下 你觉得小萨的冰箱会是什么样子 戴门的我觉得就是 全都是补身的 为什么我看下去很需要补身吗 没有 我觉得我有点 哈哈哈其实说到了一点点啊 那个呢不叫补身叫延年一瘦 延年一瘦 叔叔觉得呢 村长我觉得肯定有咱们村 大鹏刚下来的凶事 还有带着女人的土豆 还有头肠的韭菜 嗯最接地气的中式食材 这个村民 哈哈哈 是哪来的有一点有一点观察力啊 黄炎你觉得萨老师冰箱里有什么 小萨啊小萨嗯 你刚才在 最近在328完成了一件大事情 对的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你肯定会有变化 我觉得呢 这个夕阳的食材会很多 328328 你生日对你生日那天 你不是开通了微博吗对 对我们恭喜家家开微博啊 但是328好开的开微博了 他满心以为他会是那天的头条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本来那天可以是头条 但你不是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发生 我们看冰箱吧 对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 我们哎我 我们还有一个为什么选那一天结婚 因为头天晚上有人献报说你第二天要开微博 哈哈哈 不要别被他抢头条 韩老师觉得 萨老师冰箱里有什么 萨老师的皮肤特别好 没有这么多的桌污 因为你 因为你面那个面膜呀这种东西我就多或者是牛尾 这种东西是没有 牛尾 牛尾吧 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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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 seriously 牛尾 然后 IM 现在我们要打开赛老师的冰箱了啊拜托了 冰箱 哈哈哈 好 来 我们开始工作吧 你们要带手套吗 搞得像去案发现场一样 不是因为这是对我们来宾的尊重 这是我们美的不要不要的美的冰箱 对但里面的东西里面的这个格局 是1比1的还原 哇塞 那其实呢我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 嘉尔是在宿舍住对不对 曾老师也是在宿舍住 像我呢是自己住 那这样的冰箱里面可能就是 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在陈列 但是如果是跟家里人一起住的话 这个冰箱里面的食材的比例 就决定这个人在家里的位置 对家庭地位很重要 决定他在家里的食物链的哪一关 食物链链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问一下安老师 在你们家的冰箱里你的东西多 还是你大哥的东西多 除了水里都是大哥跟狗的东西 你的东西难道都在小狗的窝里吗 哈哈哈 这个其实就是代表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明在生活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谁的需求第一被考虑到对对不对 那我们开了好不好 对 开 这绝对是中西1比99 呃 我还在稀稀的看 我觉得还不错这是什么 这是这是什么水果之错 啊不要轻易的下判断好好再看一看 橙汁跟鸡尾 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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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异果告诉你答案 连我都不知道里面都有都有这些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各种东西混在一起的 它叫混合蔬果汁 就是它有可能有蔬菜也有水果放在一起 这个其实是我听说过有个朋友告诉我就是对于 女性对皮肤很好对对你这个是自己做还是买了来还是家里人做 所有的原材料买回来自己自己炸的对你这什么时候吃呢任何时候打出来倒一杯就喝这很浓哎因为里面有一个上素 那个说破碌那个微生素 嗯 对有种好吃感 好喝吗何老师这个味道很奇怪吧会不会拉肚子 嗯 哈哈 耶 耶 耶 哈哈哈哇家长这么爱喝 啊哦这个好喝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应该是去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就应该昨天昨天啊顶多过了一晚上没事没事 是不过我觉得何老师哎 萨村长打开军江挺让我失望的我一直在拥护他觉得是全是中式的食材 结果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一半一半吧黄老师您觉得呢不可能啊您说什么比例 现场有那里面有大概40多个鸡蛋全是中国的哈哈哈哈哈哈 这都是什么呀萨老师额干酱啊这我所知这就很稀释了 很贵了啊 对啊这也是很稀释的 这这这这这是腰酸的酸奶 这是什么呀萨培啊松露哦松露啊 哇哇哦 没有这个我是在机场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小瓶因为我老听到松露松露 他这个好便宜啊我是那个 买回去试一试 这一罐是什么呀 鹅干酱 另外一种包装的鹅干酱 那个安老师为什么看到这种贵的东西眼睛都放光平时钱都不贵自己管是吧 啊我们家里也有 那我给狗啊 我也我以为你们家狗 我给你讲 豆瓣酱 咦 没没这是辣巴蒜 对 辣巴蒜 什么豆的瓣这么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开口我心里想的是辣巴蒜 但是开口说错豆瓣酱 这是中国的 这个是豆瓣酱 对这是中式的 哎可是我问一下 你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就是裸体的 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的 哇塞姜我特别特别亲切 看到姜就很亲切 因为我小的时候感冒 我妈妈就会给我煮姜汤茶 热乎乎的 然后一喝我就很容易好 但是我妈不在身边 但是我有我们家老黄 我们昨天拍那个 训练照有点感冒了 然后她就给我准备了这个 这什么感冒药 你怎么这么好还给她买药 是啊 这不是白天吃完了那不放困 然后呢不影响这个录节目 哇不困啊 对啊不困 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有老黄 我怕谁 你看我们的盘子上都是这个呢 哈哈哈哈 乐乐这么拿出来的时候 是那种生活当中的小互动 你们把这个拿出来 就很明显是植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现在要努力的跟上 你们植入的节奏 哈哈哈 防不胜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只有一个探谈了 很快就结束了 我 哈哈 这个 这个说来故事就长了 这是有一次我点外卖 有一道菜叫四川凉粉 对一定要配这个 这个是拌那个凉粉用的东西 但是凉粉吃完之后 这个还剩下半盒 我就说留回家下面条 你这么节俭啊 那我问你一个你是那种 比如说出去住酒店会把拖鞋带回家的人吗 我是我不会啊 我会把别的房间的都带回家 哈哈哈哈 那这节目 是其他人在厕所会偷那个赤纸吗 那他那是不偷心智的啊 测试我要考虑怎么把他的体积压缩到最小 我好带 一卷 而且黄老师 你看这个红油就是典型的中式的四川的做法 给你留拌一下 然后再去一下典型的四川红油 他可以拌饺子啊 对蘸饺子啊 曾老师你可以吃辣的吗 啊可以 我我有试过沾冰淇淋吃很好吃 拿冰淇淋蘸辣酱 试试一下 对啊真的很好吃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 小萨不是也很喜欢把很多不同的东西配到一起吗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那个场上最年轻的两个小朋友啊 我们曾老师和佳儿 你们两个人合伙合作 合作 合作做一个混合果汁 如果是他们两个做我保证我不吃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吃完下去在肚子里面都是一样 哈哈哈哈 这个我自己 哎你是个哲学家吗 这个都是一样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就要开始做 这么一个特别的配搭的料理了哈 那个是一定要吃的 这些你可以来 你们俩挑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这好 有什么 清凌汁这个好 那个是结局叉呀 对家人拿对了拿这个老干妈对老干妈对了老干妈对了老干妈对了老干妈非常对 他这是很好的老干妈很好非常好非常对 老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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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是谁 哈哈哈哈 我们准备好了 他们拿着东西好奇怪啊 首先肚子啊 听到 好聪明啊 他竟然拿糊了我去总他 哦 哇现在加柠檬汁了 哇加巧克力了 哎我跟你讲根本炸不出来汁 你没有考虑过这个炸汁鸡的感受吗 哈哈哈哈 无乱的往他肚子里塞着各种东西 还要补上他的嘴 冠名伤应该不太开心 这个时候出现吧 哎哎哎 他直接倒进去了 这能吃吗 哇还小分 怎么颜色不会黑啊 黑暗料理不需要一定是黑色的 变黑你拿这个啊辣椒酱啊 最后到底谁喝 谁喝啊 那个 哎放两个喇叭 喇叭 哇 黄老师你后悔这个提议还来得及 来不及了 谢谢 这个搅拌机到底是导演的私物 还有还有这个 几花餐 南地山 我们这样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 大哥我敬你 哈哈哈哈 对这样对 嗯 嗯 哈哈哈哈 喝出了美味的感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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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喝 试一下 你看 喝喝点水喝点水 别紧张 嗯嗯 别紧张 好喝一点吗 我不喝 没事 大好喝 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喝喝 太吗 喝吗 都被倒醉了 不要喝 哎还行啊 还行啊 哈哈哈 没有待会我们录着节目突然大家鼻子开始流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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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继续看底下 现在突然打开再看到这些食材心情好像变得有点异样 我们现在开始工作 嗯 我发现你家里有很多酱哎 因为酱最方便啊 你用任何东西酱都可以作为调味 你省得再去拿盐呢去慢慢调用方便的吃法 对不对 曾老师你是那种 我喜欢吃盐质比较高的 嗯 吃长得漂亮的东西 这样会就是吃的时候心情会好 那你会不会跟一个漂亮女生约和完了 那个女生就不见了 嗯哈哈哈哈 他想说因为颜值高的都被他吃了 所以那个女生也被他吃了 啊啊我们现在开始工作吧 哈哈哈现在开始工作了开始工作 这是什么 这是鱼子酱 哇哦 鱼子酱也是贵的 但是这个我必须说best before 2013 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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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before 是什么意思呢 best before 是 对那个日日期 以前最佳 最好在那之前 最好 但是过了也没问题 对我就想说 也 best before 黄老师这个鱼子酱如果过期了还能吃吗 这个时间比较长了 三年咱们现在也不好确定 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 颜色有点不对 它上面有一点小盐 有点绿色的 好的鱼子酱是灰色的 啊你说等一下 说等一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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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等一下啊 鱼子酱必须要那个 拿这种贝壳小指要吃的 哇 啊因为因为因为什么这种东西苦感就变不好 像是变了 我知道为什么这个鱼子酱会过期因为他一直在等你 我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翻起 与其说在等他 不如说要再等这把贝壳做的勺 那我先不强 没有吃 没有 那我先不 因为确实已经绿了 不能吃 小萨我还是给你割回去啊 这个就是镇冰箱之宝 刚才你们没有放这个进去 这个草莓榨汁 对啊我刚才还没打开 铁子铁铁铁很爱吃草莓的 铁子草莓 嗯 苹果哎草莓你知道有一种说法吗 那个在广东话里叫什么 就是比如说你清一个地方清久了之后 这里就会有个印子 咖喱咖 你们叫咖喱鸡对不对 还有一个说法叫种草莓对种草莓 你们听过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个安老师 我的餐厅工作的那个员工 那个他总是要这边有 草莓种草莓 然后我一直都是说他说他说他 他就要就烦了 他就离开我们我的餐厅 是客人种的草莓 哈哈哈哈 你是大哥有没有给你种过呀 对啊 没有种过草莓哥 不是草莓哥 据我来讲 安大哥的脖子太厚 种不上去吧 哎等一下 我们我们这样当着曾老师讲这个好吗 是吧 七大岁可以讲 我们十二岁就快 哈哈哈 我以为何老师要问现在比较科学的种草莓的方式 哈哈哈 没有真意啊 我们经常在这里啊 我们是草莓专业大富啊 你是你以前是农夫啊还是弟啊 弟你以前是弟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的感情观肯定比我们那个是要成熟 对 因为他现在我们像各种各样的手段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不同 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接受讯息的方式对对对 他们大他们眼界比对眼界对不对 我觉得种草莓太肤浅了 我觉得现在的爱情还是需要信任的 所以我还是要到探探里找我的真爱 从我的幼华女生中挑一个最好的 信任我的可以不种草莓的 呦 你还是探探的那个忠实用户啊 探探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匿名表白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向自己喜欢的男神表白 而且是匿名的哦 我对男神没有兴趣 那怪不得我昨天听黄老师说啊 昨天说到一条匿名表白的短信 什么是你发的了 是我发的有什么样 这种这个功能就是专门为那种羞 羞涩的女孩而准备的 你说你是羞涩的女孩吗 我是羞涩的女孩 啊 你还不去下载 探探终结爱恋 啊现在我们正式正式开始看冰箱啊 哈哈哈 这是开始这个上面差不多了啊 我们看到各种酱 对好 我们在下面 哦下面没什么东西 有粘鱼海鲜海� 海鲜 小黄鱼很好 这是在家里面做火锅剩下的东西 好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小萨的冰箱 来 掌声给他 小黄鱼很好 这是在家里面做火锅剩下的东西 好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小萨的冰箱 来 掌声给他 小胆 各位 谢天谢地没有从冰箱里搜出什么 搜干抽的了 说实话小萨的冰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丰富 对吧 但是呢他有有带给我们一些好的生活理念 对啊 那么看到他冰箱里这些食材我觉得可能 呃让大家兴奋的我不知道是哪一点啊 但是每个人必须要有一个提案 而萨老师只能挑两个人 小萨只能挑两个出来 哦 刚才说了 哦 刚才说了 嗯 嗯嗯 现在改喝了 他两个说不错了就现在喝了 果粒奶油果粒奶油果粒奶油 要不是我熟悉的 我真觉得收了广告商钱 哈哈 好 这样我们请安老师先说好吧 鹅干酱要做草莓新疆一样 草莓新疆一样 因为真的草莓炸的草莓 就分不出来的那种 明知道那个草莓庄园 草莓庄园 草莓庄园 好 草莓 我的菜啊 叫做千层 mc 做的菜 我用一些蔬菜 然后呢 我把它做的比较层次比较高 哎 我觉得挺好的 一道好的菜 实际上你是能从里面吃出 对 好多层味的 味觉的丰富感 对吧 嗯 不同的味觉相互交替在一起 还能变化出新的味觉 所以千层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 是 就是 好 来 伟涛来说说你的提案 我这道菜名字啊 叫 不撩寻常味 他是很具有国际饭的一道菜 然后 坤素搭配干活不累 一口下去你就能感受到整个人 哈哈 哈哈 祝说 你的提案是什么 我给村长村长做的是叫 房前明月光 余生相守莫相忘 这是取自于一个 快智人口的股市 因为我不用到小黄花鱼 就代指希望那个 大老师呢 在余生之后呢 我 跟 扎老师呢 在余生之后呢 跟 抗力情深永远走下去一辈子相守 所以美好的祝福 典型的宗室 干了 好 来沙沙 我给您设计的这道菜叫做人间脑白金 嗯 脑白金 OK 就是这是一道法式的 就是浪漫呵护中老年中老年心脑血管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一入学的可能性不大了 不生了不生了 对 我觉得你说完之后我 我觉得我需要补补脑 哈哈哈哈 好 最后乐乐 我的菜名叫 嗯叔叔我们约不约 不约 不约 为什么不约 我会说 傻傻 跟我约了以后不仅养生 而只让你生龙活 生龙活 生龙活 李哥 李哥 发的有话 哈哈哈 就乐乐那个表情声 吃了糖丝肉 哈哈哈 保你长生 阿弥陀佛 曾老师你听了这六个题 你觉得你建议 呃 小萨是哪个 乐哥挺好的 你觉得听起来很奇怪 对 你很想看他们俩约一下 生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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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个手机来做选择了 六位厨师的照片 想好之后就点下两个 好不好 哇 我紧张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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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 怎么删掉这个厨师 哈哈哈哈 怎么删掉这个厨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我 sorry 我 我的意思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啊 他这个 啊 这 谢谢 谢谢 然后烂烂 蛋吃 确实 就是啊 啊 就是 没有 红色弹出来 这个 他就会抖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害怕 哈哈哈 剩下那些删不掉的 为什么也抖的 哈哈哈 因为他们嘚 哈哈哈哈 哎这好像是刀吧 哈哈哈 哎 我带了 请坐 请坐 不要不要不要 晃 啊 谢谢 我们一个村子还是 哇 感情逮捕的 那什么东西啊 秋腿 秋腿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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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黄炎黄炎 哦 黄老师 乐乐哥为什么这么开心 赢了呀 你什么呢 我告诉你 我要打败你背后的男人 哇 黄老师你那个是什么东西 胶原胶原蛋白粉 胶原蛋白粉 嗯 那接下来就请活速的到我们小萨的冰箱里面去选取你们要用的食堂加油了 终于开始吃了哎这两个人对阵我还是没有想象过哎一个比较偏中式一个比较偏西水 你都是中餐你先来 我是中餐对对村长啊 从这个冰箱里边看你在家家里的地位不太高 全是西式没有但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平时 这饮食习惯可能也比较偏西式就中西我都能接受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在家里面我觉得他注意平衡的人 他会在乎每个人的想法对刚才说是一个人冰箱里面东西他的东西占多少瓶重决定他的食物链 但还有一种解读就是有的人其实是可以用自己的 呃包容心去 更加迁就家人的饮食 我觉得你们的几次都不对 你要看冰箱里哪一种食材多证明 经常用这个食材的人在家里需要干活的啊 因为他要做我是不做饭的啊 我只负责吃吃吃是这么解释吗 一个人经常做饭他一定会在冰箱里摆他自己能驾驭得了的事对还有一种可能冰箱里哪一种食材多 说明 最近那个食材在打折 真的是 第二季第一期的批评 没有想到会是在 叔叔和黄炎两位之间进行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较对 因为叔叔呢是专攻这个中式料理对他的菜里面呢充满了诗情话意 而黄炎老师呢走遍国际对他的菜里面的洋溢着这个五大洲七大洋的风情 好那么你是奥多伟的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谢谢谢谢好接下两位要正面比拼了开始之前每个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 来说田书先说 欲先攻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想换成中式的食材就是我用着顺手的可以吗何老师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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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黄老师你要说的是什么你就 退出吧 那不可能 哦我怕你没有自信心 我怕没有自信心太好了 哇火药味真的很能 本来黄老师不是这样的性格 哎没有因为我的一道菜搞得大家不和气吗 哈哈哈哈 那怎么结束你现在换吗 我现在换 西式跟中式 哇 哇 真是村里来的真是村里来的 屋子在暗板天呐 我要再切 我有自大海瓦还好啊 女生又说也有好了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15分钟计时 跟上 开始了 哇哦我建议啊我们小萨可以多注意一下两位做菜的风格黄老师在 热一锅水 这边去蒸锅那边我要煮一些东西 我现在做热油 这中式的铁锅好在哪里是油温的时候 当筷子下去他起小泡说明六成油温就可以这个保温很好 泡是在哪在筷子在筷子上 哎 那销什么呀我在销小青瓜作为铺底先把底铺上啊 叔叔呢其实一直深得我们这个拜托冰箱人的喜欢的观众喜欢的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现在很难得见到的儒雅和古色古香 诗情画意 黄老师做菜有一种其实特别像在做秀的感觉 他非常注重一遭一世对不是点一词有观赏性啊有观赏性 我提前把小黄鱼用料酒腌一下哦 然后把去掉心这样可以去味然后再把小黄鱼放到纸上 因为我一会要炸提前把它裹一层干面粉挂一个薄的这种干户然后这样都说能去掉心味去掉心味然后把那个鱼的汁锁在鱼里面 叔叔这边依然是有条不紊的做着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现在叫湿户了对不对对大家挂湿户的时候千万不要顺着打因为稀释他们打就是为了打发中式是乱打因为这样的挂户更均匀哦 加一点盐 提点底味白胡椒粉 好好下面就把干户倒进去这就叫湿户了对换一层干户是因为让他更好上户现在油温刚刚好 好一会儿再升温慢慢炸把小黄鱼的叫干炸小黄鱼吗我们有对我们有开那个油盐机吗方态油盐机 油盐机在身后哦在身份啊 我现在这个是菠菜饼菠菜饼你把它弄小 对对对 菠菜饼上面裹了什么橄榄油油油因为我加了油好可爱那也像个面膜哎 这是什么呀这个是知识知识知识可以放多一些 放了放了这么多 后来 黄老师生得这个小萨的习惯啊小萨也是喜欢把所有东西都打碎我脾气是有多不好的 不破不立吗 这萝卜是来干嘛的 也是垫底吗 对他要把萝卜切成一样的片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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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呀啊呃拿创客贴来 叔叔啊 他已经切到手了 哈哈哈 哇哇哦哦哦哦哦哇哇哇哇哇哇 哇那边好精彩啊 黄老师抢戏吗你那边是 把胡萝卜放入冰水 在那迅速卷据可以漂亮 哎叔叔你依然是在吃素吗 依然是在吃素 吃素的人做一道荤菜 会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啊还好 因为没有那么着象 就不执迷于表象吗 哦 懂了吗 他就是佛教当中的不执迷于表象 对做一个白菜心 因为你看舵是这样子的 切着这样子 这要错就是这样子 他说那个是切这个叫错 对这个叫错 紧贴在这里 手紧贴在这里错过去 手你小心手 手紧贴在这里错 黄老师你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把这个豌豆打碎之后呢 和鸡蛋放在一起 天呐 只剩肉货 啊 我不敢相信 今天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啊 过这么快啊 你们来得及吗黄老师 没问题 刚现在我就关火了 就让他的余温来弄 这是我们冰箱家族 最的吉祥物 就是不慎的秋葵 是吉祥物 我对了黄颜老师 不要忘记你的那个 胶原蛋白粉 看了没有 这才是刀工 王老师 我得记一下 多了你记什么呢 他这么吓人 他自己的小本 萨萨没有选我 想把我淘在自己小本 你好可怕 你是接下来画几个圈圈 诅咒我们 还有五分钟 现在时间只剩五分钟了 为什么第一次就这么刺激紧张 是啊 自己紧张是啊 他从滚烫的油锅里拿出来 五分钟 颜色赢了有没有 对对对漂亮 确实很漂亮 哇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搞的 奶酪奶酪 我刚才是那个 这是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起司 放在了那个冰箱上面 加加火的那个 对对对 菠菜冰箱 我以前不想这一点 今天好像不够大家分呢 这个好精美啊 下面我用到了一个编的技法 哎还有四分钟 叔叔拿了一个平底锅来爆香 那个花椒 用编一下 一定要直接编花椒 也不用放油吗 也不用放油吗 就是干编 干编一个香料 下面把香料再用干编上擀 擀碎 哦擀 对杨酱先生说嘛 人生如香料 擀的越碎 味道越香 你现在就蒙我们吧 反正我们现在也来不及去查 哦再放盐嘛 干锅放盐 用它的底温来靠盐 做一个胶岩的五香 杨酱先生说过关于胶岩的事吗 没有没有 叔叔 叔叔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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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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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过啊 没事没事 一点点 不要就要为了我的一道菜 怎么样 你们还有大好的剪头 哈哈哈 好三分钟 三分十秒 三分钟好再把小辣放进去 现在我开始摆盘了就 拿出来什么呀 你现在柠檬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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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上了 我的颜色搭配还看起来是真的是 哦 这样弄的看到好扣哦 还有两分半啊两分20秒 对打个结让他比起来哇 他让鱼站了起来哎鱼站了起来哎 啊好漂亮啊 好漂亮哇小萨小萨 我们这边好漂亮你看 做了一个像小雪雪山一样的东西 哇这个山天哦 好看们还特别像那个 马尔代夫那种对对对珊瑚礁 对对对在彪虎的感觉 这中国典型的呛拌白菜丝 拉拌蒜的这个醋腌一下 这不要放这么多吗 呛拌白菜心呛拌白菜心对 哇不喜欢吗 喜欢不喜欢 这个青红好好好 刚才那个胶韵蛋白粉放进去了吗 哦在寿司 在寿司里面是吗 对对对 一分十秒 好我们大家回回到位置上回到位置上 给他们一些空间 做最后的调整最后的调整50秒 哦 哇 那个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用着呢 哦 黄老师拿胶原蛋白当淀粉 IGH colon 对对对 对最后的30秒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直接入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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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封 那个丘培汁在里面 可以了哇 对这几秒的 照明事 现在好像15秒了 速速完成 9 2 7 一六五四四三二一 学健大 来掌声给他们 来到一个十五分钟里面 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时光流逝 突然一下一分钟只剩只剩六分钟了 开始以为担心他们两个这个会玩不成 结果没想到还是这么的精彩 那接下来上菜喽 come on 哇好漂亮啊 我都不想有一点点破坏我觉得 开不开心 这已经不能用开心两个字来形容 当有人为你用心的去做一道菜的时候 我觉得 味道已经变得次咬 所以我优雅一点我 你不能愧对了他们的这 他们做十五分钟你要吃五十小时 哈哈哈我要慢慢的非常优雅 哦哦哦哦哦哦 没了是是 cheese cheese come on 这次 come on 没了怎么样 感动了吗 你 哈 哈 吃了快音笔 哈哈哈 没了是 洋葱 哈哈哈哈 是洋葱 好 谢谢 哦 好 接下来是小黄鱼的品尝时间 站着那个五香粉吃 杨将先生就这么吃五小黄鱼的 你能别弄我压力那么大吗 你怕点曾老师都快口水快流出了 小心有刺 小心有刺 小心有刺啊 小黄鱼刺也可以不用考虑的 它把鱼的那个腌味和肉质的嫩 紧紧锁住 鱼炸过之后 这个外面的这一层料啊炸的脆脆的 你再尝点这个青菜 它是有给你拌一个不同的清爽的口味 然后这个白菜 它拿那个辣巴醋 辣巴蒜的那个醋 你可以不知那个就不会辣了 对 它有那种结腻的感觉 结腻的感觉 好像上面有 说不出来的那个层次 曾老师吃的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烧焦头发那个老师 真的好好吃 我们以后就叫他焦师傅 我吃了一点点黄老师那个 炭的综合的那个酱 我觉得非常好吃 因为它里面有菠菜饼 有主食的那个有主食的感觉 有主食的感觉 这种搭配的口感搭配特别好 黄掩的那个菜品是 它是那个法国方式做的那个一种 口味有一点简简单单 但是它就配了那个黑松落 让我向外更浓一些 那么特别好 特别像 叔叔叔这个鱼啊 其实刚才这个食材从我身后过的时候 它有一点我还觉得大家担心它会腥 啊对 然后吃起来完全不完全不腥 对 因为叔叔用料酒很好地把它那个腥味中和的非常好 嗯 乐乐你呢 小黄鱼呢 我觉得那个我教的你很好 你过去加油 哈哈哈 谢谢 安老师不停的在碗里面剪那个剩下那些小黄鱼的吃 好多 很好地做车轮车 你也没必要单独吃 对哈哈哈 对对真的吃了可以吃 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个难题交给我们 吃得很开心的小萨 嗯走到他们身边 把你想要给的这个新兴奖章 给其中的一位 嗯 嗯 我看到了您已经有两枚了 而他身上就一枚当然他只参加过一次比赛 他只被人选中过一次 我看他们身上都有两 我以为啊啊 也超是一枚 我觉得把他一个人留下 也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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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剩他一枚你们大家都两枚 这个节目就没法玩了 对那我就尴尬了吗 他就尴尬了 对而且这种干妈会陪伴他一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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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屎 翠 好 所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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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黄老师 我们制造了一个榜样 你们要向他靠拢 要向他熟悉 熟悉啊 青长就来了 我会熟悉的 我还是会在努力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 做菜这个旅程上 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好谢谢 叔叔要学习吗 其实我觉得我很荣幸 能跟黄老师在一起 做一个中西的大底厅 也感谢萨老师 我觉得你作为整条 老吞进去一条鱼吃的干干净净 就是对我做饭的最大的尊重 谢谢 说的好 谢谢 谢谢好两位请回座 下面呢我们就要开 曾老师的冰箱 有 一起看一下 曾老师 一个18岁的少年 他的冰箱里有什么 你就说我们还没接着吃 对 好这也是最重要的哈 好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呢 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来 饿饿饿 乐乐乐 喝了乐 不喝饿 有点饿 来点乐 不管饿不饿 果粒奶油 都好喝 哇 还没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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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我 方态智能 油烟机 市面八方不跑烟 感谢高官 厨 我知道 厨店领导者 对 方对 方 我知道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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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态对本节目的大力 支持 还没有完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 本节目有美的智能冰箱 美帝 我知道 美帝 美帝 对 再来一次 本节目 有美帝 智能冰箱 赞助播出美的智能冰箱 美的美帝 对是美帝 美帝智能冰箱 让你生活美的不要了不要了 不要不要了 不要不要的 不要不要地 对 感谢 对最后感谢什么呢 感谢 qq 空间 兴趣不落 下厨房百多天吧对 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第二季 拜托了 冰箱 哎你的梦想是什么 红 对的 对的是什么 对的就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热心 真热心 头痛了 头痛 胸痛了 胸痛 腋下动了 腋下动 王家 你可以理解那个Fashion杂志一般都会呢 啊 我知道 知道知道 头痛 哇哦 腋下痛 哇 胸痛 哦 牙齿痛 哇 是 一生家族